這區大樓牆面上貼著布條 寫著一個大大的租 這裡是位在彰化西州鄉中校路 原本是明道大學的宿舍 全盛時期住著上千位學生 在我背後的這一間自住餐店 明道大學退廠之前 是一間便利超商 原本在宿舍樓下的超商 學生沒了 原本的消費型態大大受到影響 只能轉型經營 明道全盛的時期 這邊很熱鬧 包括這條路都是商店 他總共有三百多間的房間 可能還沒住 住不到四分之一 八點過後 西州街上流浪狗跟貓比人還多 明道大學學生宿舍 經營換人 對外出租 一間房可以居住四到六位 共有三百間 房仲也協助招租 目前租出去四分之一 鎖定移工和療養院業者 明道大學他們沒有收學生的 一定要是給社會人士 住的人不一樣 商機也跟著轉型 洗衣店的中文海報 多了越南語 印尼語 總共四國語言 以前這邊都很熱鬧賣吃的 大家都做到很開心 現在大家都苦哈哈 西州的人口不到三萬 以下少掉千名大學生 明道大學方園商圈 有的學生宿舍包租工 過去月收入打四十萬 如今大不如前 北斗商圈曾有二十家店面 亭業招租 但也有做起東南亞小吃的店面 一均突起 大學生走了 外景一工來了 消費能力能否補上 小鎮軍民都很期待 小鎮新聞網子與林佩萱彰化 採訪報導